好的 如果要来上妆啦 今天呢要来分享的就是3C全新联名彩妆系列的全品项试色 以及挑选部分彩妆上妆 分享给大家它的妆效 那影片最后我有准备小惊喜 所以别忘了看到最后 那今天分享的妆容重点呢 今天看得出来在哪里吗 有什么不同吗 好啦 我先破梗 就是眼妆的部分 有没有感觉跟平常角度不太一样 对 我要利用这次的眼影盘来分享 这个眼妆有点秋冬垂垂上天感的眼妆 好 那我们就先回到素颜的部分来上妆 好 那现在回到素颜的状态 现在只有做完妆前保养 擦了没有润色的防晒 以及画了眉毛和一点润色的唇膏 粉底液的部分要使用这瓶丝绒服贴粉底液 这个不是新品 只是我好像没有分享过 我今天一起上妆给你们看 那这瓶粉底我真的这样用下的感觉是 它的质地不是很液态 很流动性高的那种质地 自己在使用观察发现 它的质地还蛮容易干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 就是一次按压出来的量 比如说你只上这边 你就按压这边的量就好了 不要一次按太多 因为它蛮容易干掉的 我们就针对脸部 快速的把它拍开来 然后利用美妆蛋把它压开 它的遮瑕度是可以稍微透过叠加 去加强出来的 只是这瓶粉底它的妆感不是走高遮瑕的路线 所以我觉得它叠加增加遮瑕的效果有限 就是微微的 那它稍微会有点淡淡的丝绒光澤 不会完全去覆盖掉你原本皮肤的质感 但是它又会让你上妆这边的肤质 看起来比较有点那种微霧被柔焦的感觉 鼻子这边刚好前阵子有留下一个红色的痘疤 加强让我们看一下遮瑕 你看还是稍微会有点透出那种痘疤的印子 所以它遮瑕度并不是很高 它完妆之后的妆干 脸颊上面会有点淡淡的光澤感 不会很重 针对鼻翼两侧毛孔修饰的效果 我觉得蛮轻微的 就大概5层左右吧 所以如果你有很明显的毛孔问题 我觉得上这瓶粉底之前 还是可以先盖一点毛孔湿底乳 去修饰 让这边变得比较平滑一点再上妆 可能你整个服贴度跟那种底妆的细致度 会再更明显一点点 那像脸颊这种比较浅褐色的版点 覆盖率大概也是四五层左右而已 它整瓶遮瑕度并不是到很高 所以像那种很重的黑眼圈啊 左边已经上妆了 右边还没有上妆 这个我也是看 有没有 它还是很重 但是它整体原谅肤色效果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光澤感也很自然 不会完全让你的肤质湿整 它还是会保留在一个 很蛮真实的状态 整个妆感的存在感 比较清透 然后比较自然一点 就我现在上妆 还是可以感觉到 我的皮肤是可以呼吸的 那这瓶粉底液啊 我觉得在目前的天气用 比较冷的时候 还是你肤况比较干燥啊 它就会有一点微干 所以妆前保养 如果你觉得一般的保湿品不够保湿的话 可以加一点精华油的步骤下去按摩 让你整个皮肤的润泽感 再更明显一点 再去上这边底妆 它的保湿度就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 或是你可以稍微混一点点精华油 进去粉底液里面 提升它的润泽感 这样子粉底就完成了 好那我把眼下遮瑕跟钉妆都先完成 再来进入到眼妆 这次呢九宫格眼影盘推出了三个限定版的包装 那其实就全红色外壳的这个颜色是新的颜色 另外这两个雾面色的包装呢是旧的颜色 它们前阵子有一个系列叫做冷暖系列 暖色调的外壳是有点透明感 然后黄棕色的感觉 冷色调的话就是那种干燥玫瑰藕色调的透明外壳 所以这两盘刚好就是冷暖那两盘一样的颜色 只是穿上不同的衣服 所以如果你之前就已经有收冷暖系列的眼影盘 我觉得这两盘就不一定要收 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预算 那如果说你是包装控 而且很喜欢它们家的眼影盘 之前的也差不多用out的话 我就可以再来考虑 是不是需要入手这个新的包装 那这个奶油盘呢 我手上刚好有之前买的暖色调系列的包装 有没有 它原本的包装是长这样子 那限定版的包装是长这样子 所以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之前的包装就是比较像它们家以往 透明外壳的效果 那这次的话是完全是雾面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质感不同 如果硬要比质感的话精致度 我觉得这次的雾面手感是会比较好 之前这个亮面手感 我觉得就是它比较清脆一点 所以以质感来讲 这次的这个雾面手感是比较精致的 打开让我们看一下里面的配置 它里面的颜色妆感配置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只有包装不一样而已 那之前这个奶油盘其实我蛮常用 因为它的颜色就是那种淡淡的 比较偏大地色调 带一点暖色调奶油色调感觉 所以我觉得对日常任何场合来讲 都算是蛮实用的 色调的部分呢 首先这个全奶性色外壳的 Butter Cream奶油盘呢 它的颜色就是这种比较偏大地奶茶色调 融合一点奶油跟橘色调 奶橘奶橘的感觉 我觉得也蛮温柔可爱 它没有浓烈到像橘棕还是南瓜色 那么的浓唇香的感觉 所以它这盘的颜色配置 我觉得是属于比较微糖 比较微可爱 比较温柔一点的感觉 所以也蛮适合日常的各种场合 那除了珠光色以外呢 另外一个光泽色是属于这种 稍微有点金属光 它的反射感会比较明显一点的 它的质地就跟珠光色不一样 它的油脂感会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我自己在上妆的时候发现 你用指腹沾取 或者是用那种海绵眼影棒 去加压服贴的效果会是最好的 我就用一般的眼影刷 反而没有那么容易沾取 所以用这两个颜色的话 我觉得使用工具上面要跟 其他颜色稍微有所区别 那再来这盘有一个红色贴纸的 它的颜色配置就是冷色调 很明显的冷色调 干燥玫瑰就有点 灼藕色调的色系在里面 所以它整盘配置也是 比较偏低彩度的感觉 那这盘的这种颜色配置 我以往的经验 就是我以前也有常做过 类似这样的颜色的眼影盘 我觉得它会比较适合 偏冷色调的肌肤 或是冷白皮 或者是说你是很白很白的肌肤 来使用这种干燥玫瑰色 发色度跟整个妆感的干净效果 都会更漂亮一点 像我偏黄肌我用这种颜色 我就会觉得比较容易显脏一点点 所以这盘我会觉得 稍微比较挑肤色使用 最后就是朱大色 也是唯一的新色 Innemos 它的包装呢 就是他们家传统的那种全塑料感 有点半透明感的包装 跟刚刚分享这个奶油盘的旧包装 是完全一模一样 可是他们家那种塑料外壳 老实讲并不是很廉价那种 它虽然说听起来清脆 可是它是稍微有点硬度跟厚实感的 不过如果你要拿它跟 雾面的限定包装比的话 我觉得雾面的包装还是手感 跟一些精致度上面 都会比亮面的来得更好 只是我觉得它可能是为了要凸显出 它是唯一的新色 它是C位的感觉 所以才运用了他们家这种 比较传统的包装 那打开来呢 它的颜色配置 你可以感觉到就是很秋冬的 那种酒红色偏深色的配置 除了酒红色以外呢 它也搭配了很多这种 bling bling的金属光泽色 所以它堆叠出来的妆感 我觉得是比较华丽 也比较浓郁的 相对其他两盘来讲 这盘我觉得是需要你 稍微有点化妆经验的人 再来使用会比较好 如果你是彩妆新手 我会建议你从刚刚那两盘 然后去搭配自己的肤色 开始去练习会比较好 等到你比较知道 怎么样运用深色的时候 你再来使用这盘 可能它化出来的妆感 就会比较漂亮一点 粉质的部分 如果你们之前就有接触过 他们家的酒公格眼影盘 我觉得是大同小异的 发色度适中 不会太过浓郁 让你不知道怎么样晕染 或是新手不好下手的感觉 那再来呢 就是一些珠光色的服贴效果 我觉得是还不错 就是这种金属光泽色 它的亮片颗粒感 以及它的油脂感 你会比较需要去搭配一些 不同的工具来上妆以外 其他的话 我觉得在使用上面 没有什么太困难的地方 那这盘呢 它的酒红色 我觉得不会让人家觉得很老派 因为很久很久以前 有流行过一些 酒红色的眼影盘 你就会觉得 酒红色眼影盘 好像有一点 不太适合现在的 彩妆趋势 可是这盘 我觉得它 酒红的还蛮刚好的 没有那么的带紫 虽然说 还是稍微有点冷色感 可是它 那种紫色调 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我觉得它 放在偏黄的肌膚上面 也是合理的 那这盘呢 我第一次看到它 它就在我脑海中浮现两个字 叫做丧天 最近看到这个形容词 我觉得很符合这盘给我的感觉 有一点那种病弱 傲娇的感觉 画出来的妆感 会给我这种联想 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这个形容词的 那今天眼妆也会以这盘为主 因为它是新色嘛 那先使用眼影盘 左上角的雾面打底色 针对整个上眼窝 做一个打底 因为它这个颜色也蛮显色 所以就是尽量 少少的铺一个底就好 然后下方 大概卧蝉中间这一段 可以轻轻的扫过 同一个打底色 再用右上角 对上眼尾的地方 轻轻的做云染 那高度的话呢 可以稍微高过你的眼泽 就是双眼皮的这个高度 下眼尾这个地方 轻轻的跟刚刚 用底色握成的位置 做一个淡淡的线接就好了 然后呢 再用眼影刷上面的鱼粉 稍微转一下你眼影刷的方向 把宽的正面 这边是扁的 窄的 宽的正面 贴下你的眼尾 然后轻轻的带过来 去加宽眼尾这一段 再用眼影盘中间的雾面酒红色 从上眼皮中段 睫毛根部的位置 轻轻的往后拉 然后到眼尾这个地方 可以稍微再加高一点点 前细后宽 下眼影再换一支 比较扁一点的刷具 用从中段睫毛根部的位置 轻轻的往后 然后到最眼尾 靠近眼角这个地方 不要接上去哦 你可以稍微有点平行 有点开眼尾 这边是开眼头吗 这边是开眼尾 开眼尾的效果 像眼皮一样用同一支刷子 再去加强一点那种红色眼线的感觉 稍微用一支比较圆锥形的刷子 去处理一下这个眼线的边界 再来用指腹沾取左下角的珠光色 轻轻的提亮在眼尾晕染色前段这个位置 看它是眼球正上方这一段 最后指腹沾取最中间的亮片色 轻轻的拍点在上眼头这一段 眼头到下眼头这一段 可以用一个刷具 慢慢的把亮片沾上去 最后卧蟬 咪起来中间最泡的这一段 一样用这个最亮的亮片色 去把它提亮 再用一支细扁的刷子 沾左上角这个最浅的雾面色 针对后眼角 这个地方我刚有留白嘛 铺底把它颜色加亮 这样会稍微有点拉长你眼型的效果 之后加上眼线和睫毛膏就可以了 睫毛膏也是他们家的 我觉得它的妆感是属于比较纤细那种 所以如果你想要浓密感的话 这支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下睫毛也加上之后眼妆就完成了 好那远看眼妆的样子就这样子 稍微会有点改变你的眼型方向 因为我的眼睛本来是比较往上的 那稍微加了后面这两条比较平行的红色眼线之后 眼型就会变得比较狭长 然后稍微有点下垂的感觉 所以如果想要改变眼型的话 我觉得可以尝试这样的画法 那这盘眼影呢 这样操作下来我觉得雾面色和珠光色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金属的亮片色它稍微会有点掉亮片的问题 所以在沾取的时候最好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去沾黏 那不小心掉到眼下的话也没关系 不要急着去抠 你就全部一次处理完之后再用一次比较干净的刷子 轻轻的扫掉之后就可以 所以其实还蛮好处理的 那在腮红的部分呢一样有两个新包装 那这两个颜色其实也是旧的颜色 很久很久之前我有发过一支一样用他们家彩妆上妆影片 里面有分享两个色号 一个是Rose beige刚好跟红色这个的色号是一模一样的 那另外这个奶油色外壳的Mono Pink 我刚去查的确之前就有出过这个颜色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如果之前有买过他们家这种圆形包装的腮红 可以先去查一下是不是跟它有重复的颜色 如果有的话再来斟酌是不是一定要收这个限定包装 那今天我用我旧包装的Rose beige这个颜色来上妆 颜骨下方这边轻轻的扫过 而且眼妆比较重 比较有个性一点 我想要画那种颜骨下的腮红 发色度淡淡的 这个腮红其实蛮实用的 我有一阵子还蛮常使用 像这样子淡淡的玫瑰色调 衬膚色效果还不错 那粉质的话呢不会到很干燥粉感不会很明显 所以即便你刷上去 这边的底妆光泽也还是有微视作 所以比较不用你显干的问题 然后鼻头这边稍微少一点腮红 一点眼妆感觉蛮适合搭配一些跟平常不太一样的腮红 我这边好红 给我刷一下 还有下巴 好 塞红完成 再来这颗打亮呢 它也是这次的新品 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颜色是这种白色调 月光白的颜色 反光感也稍微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它的质地还蛮特别 它跟传统打亮不太一样 你可以搭配打亮刷 这颗它的质地我觉得比较适合你直接用手 要沾或是搭配一些海绵 做拍点的动作 它的那个亮度会比较好堆叠 也比较补贴一点 所以它这个质地 我觉得也是稍微要去思考一下上妆的手法 那它的亮度呢 我觉得还蛮特别 跟以往那种打亮感觉都还蛮不一样 它就会这样子微微的光泽感 可是你近看那种亮片散粉的效果又很明显 所以这颗打亮除了当作打亮用 我觉得它也很适合拿来搭配你的眼妆去做提亮的效果 今天我们就直接用手 来上打亮 其实它亮度还是出的来了 只是你拉这么近看 它的亮度并不是会完全覆盖住你的皮肤 因为它是透过它的亮片去散发出它的光泽 而不是整个很大面积的覆盖住你的皮肤去产生光泽 所以跟以往我们认知里面的打亮 我觉得还蛮有差异的 那这颗打亮我觉得它有点很特别 就是因为它的颜色是这种月光白很纯净的白色调 所以我觉得它比较不会有搭配上的限制 甚至说你要搭配一些比较特殊的颜色 蓝色的眼妆绿色的眼妆 搭配这颗打亮 那种密合度我觉得都是很适合的 还有鼻头这边 就会变成乔巴的鼻子 然后这边有打亮 亮度还是出的来啦 那这边没有打亮 就会显得比较平面一点点 所以还是可以去涂出你脸上的立体效果 但是这颗打亮它的粉质就是 跟你想要装那种很绵密很密集的打亮粉是不一样的 它比较像星星在你脸上洒落 比较不均匀的那种亮 所以它的妆感我觉得跟以往打亮都还蛮不同的 如果你喜欢那种像钻石一样 还是像小精灵一样的妆的话 这颗打亮那种散粉的效果 我觉得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好那最后就是唇彩 唇彩就是推出了三种质地 六种不一样的包装 那其实有一些颜色我去查 一样是之前就出过的颜色 那因为颜色没有到很多嘛 我今天就全部都上唇加刷色 给你们看我们先从唇釉开始来上色好了 那首先唇釉的部分 它的质地是属于比较奶霜状 延展性还蛮好 所以还蛮适合去制造一些 染唇啦还是胡唇线的效果 也很适合搭配一些唇刷来做上妆 再来这款唇采有染唇的效果 刚上唇的水润感会比较明显 但静置几秒之后就会转为收干的状态 那这时候也可以达到比较好的 防转硬防粘杯的效果 是一款很适合戴口罩时擦的唇采 最后唇膏呢一样延续它们家 霧面唇膏的特色 它的质地会稍微偏干 所以如果唇矿比较干 或是有一些死皮 建议先做一些唇部保养护理之后 再来使用这款唇彩 或是叠加一些护唇膏 它的保湿效果会比较好 这样有着浓浓秋冬色彩的上甜妆就完成啦 最近很喜欢利用一些不一样的眼线画法去调整角度 让眼型变得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 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 好那以上就是Leon3CE全新联名彩妆上妆的影片分享啦 最后呢准备了一点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我要送给你们两盘全新的 妆格眼影盘最新的色号In the most 以及奶油盘最新的那个包装 那要怎么获得呢 很简单 只要帮就是影片按一个喜欢 再在底下留言你们的IG帐号 记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之后我会在IG公告得奖者 那我会check你的帐号 这样我才联系的到你 所以留下帐号IG帐号 这一点非常重要 再来呢就是你可以留言 你比想要奶油盘 还是你想要红色盘 我会各抽一个 所以是公平分配 如果你想要红色盘 我就会寄红色盘给你 如果你想要奶油盘 我就会寄这个给你 就是这个样子 再来呢就是你可以随意的留言 你想对我讲什么都可以 只要完成以上录作 就有机会获得这个眼影盘哦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